大家好,颈椎是我们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位 如果颈椎出现了一些问题,就会导致我们颈部的一些肌肉出现紧张,一疲劳 然后颈椎会出现反攻或者变直,导致咱们椎间孔穿出的一些血管 往老部供血的这些血管就会受到了卡压 同时颈椎也会影响到咱们的这个神经,造成了这个手麻 对不对,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实用的颈椎放松的招数 我们之前颈椎讲过好几期,那今天这个方法是单纯的针对咱们的肌肉 以及一些神经进行的一些松懈,而且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擀面罩 效果绝对绝对非常好,无论你是去做针灸,还是去做光照,还是去按摩 不一定有这个擀面罩效果好,我们来讲一下方法怎么做 大家可以拿一个手上,拿一个不一定是擀面罩,只要是圆形的这个物体都可以 我们来先找三条线,咱们拿小模特来做个示范 比如说这是它的一个脖子,那咱们呢,这个正面 这个正面,这个正背面,这边是一条线 两边侧面,各是一条线 如果换做我真人来演示的话,就是咱们这边正后面一条线 侧面啊,左侧面,以及右侧面,都是我们要去松懈的地方 那我们首先把这个放到我们的头后面啊,放头后面以后呢,咱们把这个手啊,微微的啊 大家看,往上滚,先从正后方开始滚,看 滚,你看我的手法啊,往上一提就可以了 这个提的时候,千万不要轻啊,不要很轻 那我们放到这边,头微微往后仰一点点,这样的话就已经施加了足够的压力 然后我们往上滚就可以了啊,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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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啊,一定要去往前 你看,往前,大家看一下啊,往前,往前这样滚,因为在这样滚的时候,你才能充分的自己的肌肉 而我们垂直往上滚的话呢,效果就不行啊,所以说这个很重要,细节很重要啊 这个细节大家注意,你看,从侧面看啊,你看,头往后一样,往上滚 那么在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能就会触及到颈椎当中一些比较酸痛的点 而这些点呢,就是往往导致你的颈椎不好,僵硬疼痛 我们把这些点啊,滚,滚软了,滚没了,滚消失了,颈椎自然就好了啊 我们这个地方大约滚30到50下就可以了 其实啊,我们感觉只要滚到啊,疼痛感微微降低,或者没有之前那么疼的就可以了 然后呢,侧面,侧面大家看啊,侧面也是啊,我的头啊,微微往后咬 然后开始从侧面开始滚,然后滚,大家看看侧面啊,侧面也是的 它其实这个侧面啊,它松懈的是不同的肌肉啊 咱们颈椎别看,就这一块,它里面有很多复杂的肌肉 侧面也是滚,滚到这个疼痛感啊,微微的降低 好,另一边侧面也是一样,咱们得滚啊 看,看,记住滚的时候不要上下滚啊 我是往单方面滚,就是往头上的滚 这样你可以帮助气血啊,去往头上去冲啊,滚 你看,往上滚啊,千万不要来回这样滚,这样滚效果又不好了啊 这也是细节,大家注意啊,往上滚 好,滚到一根筋啊,你感觉有一根筋在这边非常酸呢 我们就对着这个筋啊,多滚几下 好,这个做完了以后啊,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呢 第二个动作就是加强板,加强板是什么 咱们把这个棍子啊,放到,放到侧面啊,放到侧面 记住是放侧面,大家是放这样放啊 放好了以后,看啊,头啊,微微的摇,轻轻的摇头 压住它,我们手啊,就是压住它啊 千万不要放得很松,然后你在摇头没有什么用啊 压住,抵住这个肌肉,然后微微摇头 轻轻摇,慢慢去感受这个棍子可以在手下进行微调 找到那个酸痛的点,最酸的点,微微摇头 把这个点啊,给它松掉 好,比如我摇这边,我这边有点酸 我开始摇摇摇摇摇摇,好摇,哎,感觉好像酸痛感减轻的 好,我们再慢慢往下,看有没有痛点,有痛点继续摇 好,然后呢,再到这边,这边也是一样的 你看,是侧面啊,侧面,这一侧,啊,千万不要正后方 正后方摇的话,效果就不一样啊,侧面 然后我们压,压,哎,你看我一滚,这边有个点很酸 我看,压住它,微摇头 好,我感觉到一个筋在下面滑,很酸脏,我就开始摇 慢慢的感觉这个酸痛感消失了,我们再往下走,继续摇 好,今天这个方法啊,其实就是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是大幅度的去把这个肌肉放松 第二个步骤呢,就是找到这个痛点啊,给它啊,从病灶上面,一下子解约 那么这两招啊,其实对于大部分这种肌肉引起的这种颈椎上面的问题啊,都能带来啊 不讲彻底吧,彻底有点夸张啊,咱们讲谦虚一点,80%左右的一个环节 啊,而且呢,你做好了以后啊,三次到五次左右 把它完全松下来以后啊,后面会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你注意保养,可能都不会复发了 如果你不注意保养,比如说还有一些滋味性的问题 可能一,三个月到五个月还会再,可能慢慢发,再用这个方法去做 那么这个方法呢,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家人啊,肩颈不好的人 或者说你肩颈,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做的,作为预防和放松也是非常好的 好,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我是大伟,希望我给大家带来的方法能够带来帮助 那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